为什么要对妻子好,要善待妻子,有三个好处 一,善待妻子是男人一生最大的财富 一个男人的格局不仅仅在于他能否给女人物质的生活 也不是他是否善言辞 而是在普普通通的日子里,他会把爱付出行动 在每个细节里给你最温柔的一面 二,善待妻子再穷也能发家 男人对妻子好最终受贿的是他自己 所谓亏妻百财不入 你对妻子付出什么,就是对自己付出什么 都说女人为水,水为财 做不到善待妻子,必定是家财不安,外财不入 丈夫懂得疼爱妻子,妻子知道体谅丈夫 那么再穷的日子也会慢慢好起来 三,善待妻子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教孩子多少为人处事的道理,都比不上自己以身作则 心理学家伍志宏曾经说过 孩子乐于看到父母相爱,而不是在孩子这里争夺爱 如果父母相爱,孩子就会安心的去做一个快乐的孩子 一个家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 其次才是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根本 只有根基稳了,才能知凡野茂 好 感谢观看